台北股市今天震盪下跌 大家你可以發現 整個行情就是圍繞在資金的輪動 漲停反的股票 切記要懂得賣才有未來 創新高的個股 你現在要懂得收回資金 後續你才有下一檔的機會 今天的節目內容非常重要 我要分享給大家 後續的行情該怎麼來掌握 歡迎收看股市招勁 我是陳鑑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持續了一個震盪 那昨天漲今天下跌 那我先講 當然你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整個大盤的部分 就是忽漲忽跌的 幾乎等於說原地踏步 就1萬4上下來回這樣子 好那昨天 我相信昨天的節目有提醒大家 現在大盤指數的部分 用一個最簡單的思考 去過濾掉現在市場上 對於整個經濟環境 對於未來產業的展望 或者是對於就是說 整個在2023年的 那個經濟的悲觀 怎麼去過濾 我們昨天也告訴大家 大盤日線圖 你留一條60日的均線叫做季線 然後那你昨天有花一點時間 那你昨天有花一點時間 那你昨天有花一點時間 從下彎現在來講的話 已經走平了 已經洗平了 你如果去看過去15年 會出現什麼變化 所以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 你如果知道做這件事情 花個幾分鐘 你就會知道 現在市場上很多人看壞 很多人悲觀 反而怎麼樣 大盤這一邊 它會是一個形成買點的機會 今天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你再去做一件事情 把昨天去看大盤季線 下彎變成走平 過去15年的變化 你再去觀察一件事情 當下彎變到走平 如果整個大盤的指數從什麼 從季線的下方翻漲到 季線的上方的位置 你去看一下過去15年 過去15年 台北股市在出現這個跡象之後 大盤指數有沒有再破底 大盤指數會不會再破底 你花個 再花個 今天來講的話 看劉老師的節目 你再花個幾分鐘 再去觀察這件事情 答案就非常明朗了 那這邊劉老師 就直接提醒大家 過去來講的話 大盤的季線 從下彎被洗平 從整個季線下方翻到季線上方 過去15年 出現這樣的跡象 其實都已經 告訴大家 大盤現在 台北股市現在大盤 不會再破底了 不管美國發生什麼事情 不管現在來講的話 經濟基本面 現在大家都討論 火燃燈景氣衰退 但是切記 這樣子的走勢 這樣的走勢 我們已經在這一邊提醒大家 你花個幾分鐘 你就知道 就好是沒有騙大家 過去15年 你看15年就好 你如果更勤勞一點 你看20年 你看整個台北股市 25年30年的變化 你就可以發生這樣的一個循環 所以現在整個行情的重點 是在於 個股循環的掌握 千萬不要拿著 對於大環境的悲觀 或者是現在 無薪價越來越多 或是美國這一邊 還有一個破底危機 你就覺得台北股市這一邊 或會回到空頭格局 切記千萬千萬的不要有這種想法 現在你只要掌握好 個股的變化就好了 那現在來講 所以就好是在2023年開始 這個禮拜開跑 我們會開始在LINE這裡 分享每週一股的活動 我們會在這一段時間 只要所有投資朋友在 就好是LINE這一邊留言 詢問的個股 不管是你的持股也好 或是你想了解的個股也好 甚至是就好是覺得 現在當務之急 有一檔股票或一個族群 我必須要拿出來分享給大家的 我會在LINE這一邊 每個週末一檔股票 深入來做解析 我希望說眼前這一邊 就好是已經透過一些的方式 昨天跟今天 我們針對大盤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你只要花個幾分鐘的時間 隨著就好是的tempo 所以現在你的重點在於個股的掌握 那就好是會 整個一直不斷的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來幫助大家來做思考 因為現在你去追尋很多的經濟數據 包含了這一邊美國股市的漲跌 辛苦的只是你自己 甚至在後續你會錯過一些機會 那今天來講的話 整個一檔股票漲停板 當然你可以發現 現在大盤沒有什麼表現 然後就會忽漲忽跌 但是你如果懂得去掌握到個股的變化 忽然之間就會覺得 一檔股票忽然之間冒出來了 忽然之間拉上去了 也許是漲停板 也許是創金高 現在IC設計 開始出現一個小小的輪動 那今天來講這一檔2419的重期 我相信你有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 你就會知道 我為什麼會在節目上不斷的告訴大家 你要懂得去掌握股票的循環 因為整個在前面 唯一只有操作過的個股 你願意懂得去找到一個賣點 收回資金 才有機會一檔接一檔來做佈局 那這一檔的那個2419的重期來講的話 今天漲停板 你覺得這一邊來講該買它嗎 我直接在這一邊 把會員訊息分享給大家 因為重期這一檔個股來講的話 是我們12月份部署的個股 那個平價股小型股 今天來講跳空漲停 那我已經跟我的那個事故會員講 這個重期來講的話 波段的攻勢 它的黃金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這一邊來講 這一邊跳空大閃 忽然間跳出來 反而怎麼樣 應該是先收回資金為主 所以你從明天開始 這一檔的重期漲停板 今天拉漲停 不代表你明天是一個 直接還有一波段的攻勢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來聊 為什麼就是說 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個股的循環掌握很重要 除了就是說大盤的思考之外 那我也希望來 這一檔的重期 我要讓你知道漲停板 你會發現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最近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我一直告訴大家 個股是循環的 你只要把大盤的漲跌 擺到一邊去 把個股的重點掌握住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像這種漲停板拉起來來講的話 現在的格局 因為12月份它這一邊做整理 在這一邊做整理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這一段的 那個忽然之間跳起來漲停板來講的話 我對會員的提醒是什麼 要先收回資金 所以不是明天來講的話 這一邊 或是後天來講你還在買它 拉起來要賣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現在掌握到個股的循環 你能買點是什麼地方 你買股票的地方是什麼 那一檔股票處在一個什麼 相形的區間平台整理的過程 等它拉起來是你什麼 這邊來講的話是要找賣點的 好不好 這檔重期我告訴大家 那當然另外來講 來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上也跟他聊到 個股的循環 包含了就是說前面 不斷不斷提醒大家的 觀光類股 包含了生技股的部分 我這邊來要提醒大家 因為你會發現 透過時間來做證明 就是說 那個沒有賣的股票 現在你回頭來看 真的會有點可惜 那當然 我相信觀光族群 今天來 這檔精華來講的話 我相信就是說 上個禮拜 我再強調一次 上個禮拜 因為我在節目上很強調 那你有利用 就好是Lite的朋友來講的話 你就會知道 你話下讓我知道 你根本現在不會 手中還有這種精華 這種個股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要跟大家來談 收回資金的重要性 然後不是漲停板 或創新高的個股 你就跳進去 很重要 因為現在來講 你會發現上個禮拜的長紅棒 上個禮拜的創新高 你如果進去買它 現在來講的話變成是什麼 好像中了一個陷阱 被抓交替的 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一邊 一檔一檔的個股 一個族群一個族群的個股 慢慢去印證介老師 在節目上跟他來聊的 這一些事情 所以眼前這一邊 觀光類股 國內觀光 你手中如果還有八幫雲集 不管你是用追的 長紅棒去追的 還是說這一邊 你紮紮實實 行情下跌的時候 縫地來做部署 不管是哪一個 你現在切記 像現在來講的話 還要維持強勢創新高的觀光族群 或者是維持強勢整理的觀光族群 比如說王品 剛剛是八方雲集 還有這一檔 2723的美食 KY 像這種還維持強勢整理的格局的 觀光族群的股票 切記 你要懂得在黃金的時間 因為我在昨天節目已經聊到 這個禮拜是黃金的時間 這個禮拜是黃金的時間 所以你手中有這些股票 你不管是用追的 還是低階的 切記 這一個禮拜 你要懂得去處理 那一個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如果不曉得 該怎麼是收回資金的朋友 務必的要好好利用 就好是LINE 畫面左下角 小老鼠 GORICH55688 小老鼠 GORICH55688 觀光個股 這邊還維持一個強勢整理的 那我先就說 其他來講的話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你會發現就是說 雲品現在還強勢整理 切記 這個禮拜是黃金時間 你不能再錯過 因為我相信 我們在前兩個禮拜 所去聊到的生計族群 生計族群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 聖誕節之前 不是聖誕節 講錯了 幫我接一下 聖誕節過後 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說這一檔的中化 是不是一個長紅棒 創新高 可是後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當時候你有聽 GORICH的 那個節目上面的提醒 我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這個是你要找賣點的 1720的聲達 那包含了就是說 4747的強升 現在來講的話 當時候聖誕節過後 第一個交易日 生計股這一邊來講的話 怎麼表現 我怎麼跟大家來分析的 我相信 你只要是忠實觀眾 你都會知道 拉一個漲停板 拉一個長紅棒 股價創新高 我反而在節目告訴大家 你要懂得去思考 當時候這一些的股票 他反映的是什麼 他反映的是整個大陸那邊 搶藥的風潮 我當時已經告訴大家 搶藥搶多久了 搶了半個月了 他股價創新高 你居然那個消息已經釋放出來 台灣這一邊釋放出來 人家大陸那邊搶了半個月了 台灣這一邊利多釋放出來 結果你才開始要買 你鐵定會被抓交替的嘛 6535的順耀 當時候你有好好利用救護車Light 你現在根本 這些股票全部都處理掉 根本你現在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手中不會有這樣子的個股 3705的永信 一樣 大家可以發現 郵表 聖誕節過後 一根的長紅棒 後面來講的話 兩天的時間 這檔永信他時間算是還比較 多兩天的時間 多兩天的時間讓你賣 其他只有一天的時間 讓你去做一個收回資金 所以 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動作有多重要 達邦蛋白 一樣 當時候跳空長紅棒是不是漲停板 你在隔天你沒有賣的 現在來講的話 你應該會很擔心 那如果現在大盤 如果說忽暗之間 一個 一個下跌 這檔股票忽然間打跌停板 好像是這樣的個股 忽然間打跌停板 回到原點 這次破到前面這個平台的低點 哇那鐵定的 不要說主力 因為主力在高檔這一邊來講 已經是釋放 借由那個台灣這一邊釋放出來 利多早就已經先丟出股票了 在下面這邊破底的 在停損的或是誰 或是在這一邊最高的散戶投資人 你覺得我想有沒有道理 我告訴大家有沒有道理 來 所以行情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必須要提醒大家 雖然盤面上漲停板的個股很多 但是你務必要懂得 來這句話 漲停的個股 懂賣點才會有未來 因為不管是整個 在檔面上 我們跟他去 從12月份一路這樣驗證下來 我想你軍工概念股 還有前一波的太陽能 包含就是說在觀光族群的個股 包含生技股 現在大家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我已經聊到了 你要懂得賣點的時間 今天來講的話 盤面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所以我在節目上我跟他去聊到 你務必要懂得 好好的去利用大盤的季線 因為大盤的季線 它可以讓你看到就是說 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像這種訊息出來 你要不要擔心要不要害怕 台積電的利空 我相信 那個外資這一邊來講的話 今天來講它直接是什麼 再把台積電的股價 因為這個訊息出來 這個是花旗 把台積電的財測再往下調 目標價已經什麼 壓縮到500多塊了 你現在來講 看到經濟景氣不好 然後整個這一邊來講 未來展望 今天2023年的展望不好 對 再看到台積電的利空 我相信你只要懂得去利用大盤的季線 我們昨天跟今天 我跟大家教的兩個方法 你只要花個時間下去看 這邊來講的話 大盤 我已經跟大家一個結論 大盤這一邊 以過往15年的經驗 不會再破底 但是個股的循環 它會走的不一樣 台積電這一邊來講的話 今天這個訊息 你回想一下 11月15號那個時候 這麼大的利多訊息出來 跳空大漲 很多人說哇 台積電要什麼 700塊 700塊 後來回到600塊 你會發現中間才隔多久而已 當時候來講的話 整個市場那瘋狂去開始要買台積電 可是多久的時間 一個半月後 整個 現在巴菲特缺口 我股成缺口已經什麼 已經回舔了 我希望說這裡來講的話 我希望 當然你務必要懂得 懂得股票的循環很重要 那我的節目最近來講的話 有一些 剛開始是追蹤我 然後剛開始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 那針對Gio老師的節目 你看還沒有超過一個月的投資朋友 那或者是你最近這一個禮拜之內 才開始關注Gio老師的投資朋友 我這一邊來講的話 再重複的 讓大家看到 我們在11月15號那個 大利多 股神加碼台積電的那一個 ADR 然後市場上看到台積電跳空當天 跳空大漲當天 11月15號那一天 我們怎麼跟大家來聊的 來 我們看一段重播畫面 金星科就是這樣子 一樣 季線半年線下彎死亡交叉彎頭向下 現在來講的話已經重新糾結 等於說他前面這一段的破底翻拉起來 他是做什麼 破底翻起來第一段的逃命波 逃命波你懂了賣之後 拉回這一邊 金星科他是在IC射金裡面 走在前面 格局走在前面 循環走在前面的股票 所以後續大盤如果指紋 慢慢的他底部 長線底部也會確認 當大盤開始慢慢的往上反攻放量了 這樣的股票 他會領先大盤去挑戰前波高點 你現在適合去追台積電嗎 NO 我第一個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你現在如果沒有買台積電的 或者是你手中沒有台積電的 先不用去追 NO 不要追 那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你手中有台積電的朋友 這邊來講你也可以什麼 適時的逢高來做一個調節 從明天開始 與其是討論說 那個大盤會不會拉到1萬6、1萬7 巴菲特缺口能不能留住 我在節目上也聊過 巴菲特的那個缺口來講的話 我是個人覺得說 他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缺口 並沒有什麼 那個 飛天鑽地的能力 這邊你有留言給舊老師就說很好奇想知道的 我這邊就直接談 這個缺口來講 我覺得沒有什麼飛天鑽地的能力 這邊只是一個非常普通 非常普通的缺口而已 這邊來講的話更沒有說決定趨勢方向就是由這個缺口所造成的 甚至我就覺得說後面震盪這個缺口應該會不會補掉 我這邊就老實講 因為陸陸續續有幾位投資朋友留言問我 所以我反而會在這個時間點 與其跟大家去擴大的去解讀那個缺口 巴菲特的缺口 那不如就是說在這裡我告訴大家 不要把時間放在那一邊 你應該把心思放在哪些股票你該賣的 我相信 剛剛 大家你看到11月15號那一天當天的重播帶 當然針對台積電的跳空大漲 其實我們當時候就已經告訴大家不要追 明天開始賣 當時候是11月15號 當天來講台積電跳空大漲 股神巴菲特加持 我們就已經特別聊到大漲的台積電要追嗎 現在能追嗎 當然你看它重播帶 我直接告訴大家不要 No 明天開始賣 比如說我隔天11月16號開始賣 我要告訴大家這個的重要性 你懂得股票的循環 這張個股它的循環走到什麼位置 當它是逃命波的階段的時候 大力多釋放出來 你鐵定要懂得 它會有一段的時間讓你可以利用 趕快收回資金 市場上會有一些的投資朋友 他不曉得股價的周期他走到逃命波 這張個股是逃命波 所以他很容易利多出現了 趁著那個跳空大漲大家氛圍 一窩窩要去追買這家股票的時候 你會很好賣 但你如果不曉得這些循環 你很容易會被什麼 市場上像外資 像一些個股的小阻力 他利用利多來講的話 用一個個股換現金的方式 去用他的股票 手中的持股部位跟你去交換現金 那我們看剛剛 好 再幫我解一下 那我們看剛剛 我們重播發明告訴大家 明天開始賣 11月15號的隔天 明天開始賣從這一天 11月16號的位置 大家可以發現 中間來講的話 你如果沒有賣的話 沒有逃命的話 你會發現 從這個位置 當時候來講的話 不要說賣在500塊 因為當時候來講 500塊只有這麼兩天 短短的彈花一線而已 那你當時候沒有賣一張的台積電 你反而看到利多去 買台積電了 追買台積電了 一張的台積電 你至少可以虧一張虧5萬 你想想看 你一張的持股有多少5萬 可以去做一個虧損 所以我希望說 眼前這個時間點 不是說那個大盤跌 就代表所有股票都不好 不是說經濟基本面不好 今年的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景氣難登 景氣衰退 所以所有股票都不能買 你反而要知道 股票的循環掌握住 你就會知道說 眼前這一邊 它有一個過程 逃命波結束之後 它有一個過程 會是進入中期主體 醞釀下一波真實的波段公式 假的波段公式 你要懂的逃命先用的 你必須先收回資金 收回資金之後 你要等的是後面 波段公式的一個買點 所以眼前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 一下子那一邊 花旗這一邊 調降台積電的財務預測 把它的目標價壓縮到500塊 另外來講的話 我看到那個大摩 看到你花旗去調降台積電的目標 這樣他跟你重申有700塊 你這個過程你怎麼去看 一下子有外資喊500塊 而且他從700多塊降下來的 一下子我另外一個外交不對 他有700塊 你要聽誰的 你如果被這些消息面所影響 你真的到後面 你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只會隨波逐流 但我提醒大家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懂得去掌握住 各股的循環 我們其實已經告訴大家了 當時候11月16號 等於說大利多釋放出來之後 隔天 我每天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解析大家 教學什麼叫逃命波 拿台積電來做教學 從11月交到12月 那我相信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那你關注我 可能就是說不到一個月的 或者是最近這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才開始關注我的投資朋友 我可以讓你看到這一個畫面的截圖 你如果在12月5號之後還報台積電 我真的沒有辦法救你 那你如果忠實觀眾 我相信 你如果懂了這個原理 你12月5號過後 你手中不會有台積電 相反的你手中如果原本有台積電的 你至少12月5號之前 你就應該處理掉了 你不會等到後面來講的話 台積電一路下來一張虧5萬 你有多少的5萬可以虧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一邊我告訴大家 四大循環 這一邊的SOP 我們之所以會在節目上不斷不斷的強調 而且天天來跟大家分享有我的原因 因為當你的股價已經進入逃命波的階段的時候 你如果看不懂 你很容易會看到就是說 它在拉回主體的階段 然後怎麼樣 你會看到一股價拉回了 哇一張虧5萬了 一張又虧了多少錢了 你反而什麼 會讓自己的資金停損在中期主體的階段 這個是市場上 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 最悲劇的 最不要發生 所以你看到哇拉起來 你把那個人家逃命波要收回資金 你把它當作是搶進去 去追買了 反而什麼 那個人家後面還會拉回主體 你反而說哇 因為追高 後面拉回人家打底 你看不懂 你只會看到我一張股票 賠了多少錢了 馬上做停損 你反而什麼 逃命波看不懂 去買在逃命波追高了 然後什麼 股價拉回了 主體你反而看不懂 反而什麼樣 停損在中期主體階段 等到停損完了 發現它主體結束 後面一段了 往上拉了反攻 你反而什麼樣 繞得到後面來講的話 不管那個買或賣 最後面都跟股價循環做顛倒了 那再好的公司在你身上 再賺錢基本面再好 或者是評價再高 所有的股票都一樣 你的操作模式錯了 跟股票的周期顛倒了 你怎麼樣都賺不到錢 反而會那個弄巧成拙 好 那我相信說 我的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跟台積電從11月份開始走逃命波的 那大型股叫什麼 窄板三雄 我聽我的節目 當時我也跟大家來做提醒 甚至窄板三雄 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外資相同手法 調高目標價 經過了20天之後 另外一個理由 調降目標價 所以你很容易在什麼 行情拉起來的時候 利多釋放出來去追股票 然後怎麼樣 當你用現金跟他換股票完之後 看著那一檔股票往下跌 然後莫名其妙一個理由出來 啊 目標價調降了 所以那個股票什麼 後面瀕臨破底 你後面那種變成是追高殺利的狀態 那 所有的忠實觀眾都會知道 當時候11月份 當那個時候 因為12月的外資調高目標價 窄板三雄目標價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們在前面兩次調高目標價的時候 11月份就開始提醒大家 欸這個是逃命波 拉起來你要懂得 把資金收回來 新興南電景碩都一樣 甚至我們在11月份教學的片段 11月份教學的片段 我們在節目上都重播過 因為時間的關係 剛剛已經 跟他分享台積電了 那這邊跟大家 去提醒都說 相同有這樣子的 是出現在大型股 而且最標準的 我們過去節目上 不斷跟大家來重複講的是什麼 窄板三雄的部分 從一樣從11月到12月 兩段的那個教學的過程 分享的過程 解析的過程 我們在節目上都已經重播過 所以你這一邊來講的話 想學的投資朋友可以利用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上面都有日期 那我希望就是說 加快速度 讓大家知道說 眼前這一邊 其實 行情在這個位置 它是有方法的 它是有方法可以找到股票的循環的 最好是已經把這一套的循環 跟整個操作的模式 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早在上個月 12月份 你有掌握到這168抓他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現在來講的話 根本不會 手中不會有台積電 不會有窄板三雄 甚至就是說 我必須要來聊 等一下 我跟大家來談 因為最近來講的話 問航運股的 不管是散裝航運 還是那個貨櫃三雄 甚至來講的話 部分的幾檔鋼鐵股 切記你手中有鋼鐵的 有航運的投資朋友 不管那個是 到底是平板鋼 還是條鋼 還是就是說 你在航運股的部分 到底是那個航空 還是散裝航運 還是貨櫃航運 切記 整個景氣循環的這一些的傳產類股 切記 接下來整個在農曆年的前後 它會有一段的 讓你就是說做換回收回資金 逃命破壞的機會 你如果在去年第一季 錯過的投資朋友 切記 接下來你要懂得去掌握 這個168專案 我們因為過年之前 你如果願意好好把握的 我們會有加碼的一個優惠 想了解的投資朋友 或者你手中有鋼鐵航運 這兩大族群 後續在整個過年之後 會有一個逃命機會的 你如果想要掌握的朋友來講的話 好好掌握住這個168的加碼優惠專案 畫面左下角 小小鼠 GORICH55688 小小鼠 GORICH55688 留言 畫下讓我看到你 來 那這邊來講 我跟大家來做提醒 我們有跟大家聊到台積電 包含的載板三雄的部分 我要呼籲一下 這邊來講的話 既然我們都已經跟大家在節目上教學過了 甚至就是說台積電目前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驗證就好是這一段是第二段的逃命波 那什麼樣的狀態 台積電它的黃金買點 才是就是後續是真的一個破斷反攻 你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的鍾情於台積電的投資朋友 讓我看到你 因為整個在台積電的這一邊的黃金買點 勢必是在過年之後啦 不是在過年之前啦 那我也確實不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然後你會抱著台積電來過年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你會抱著台積電來過年 那我相信你抱的過程一定會非常凶險 好吧 因為台積電是大型股 現在來講的話 你手中 如果有台灣50的成分股 切記 最好是弄清楚它的循環 台灣50的成分股來講的話 大概現在來講 這檔2308的台達電 我就有聊過 2308台達電 它算是整個在所有的權重股裡面來講的話 走的週期是比較前面的 領先在大盤的 你現在所看到台積電載板三雄啦 或者是整個在貨櫃三雄的部分 他們其實跟大盤同步 甚至落後在大盤的 所以切記 整個行情在這一邊 你務必要懂得各股需環來漲獲 尤其是你手中有大型股的投資朋友 好吧 那台積電的買一點 宅版三雄這一邊 你如果想希望要解決的 透過Light讓就好是看到你 因為你千萬不要看我的節目 然後抱這些股票來過年 唯一在電子的權重股裡面 那個可以比較安心的 大概是2308台達電 因為它股價循環是走在大盤前面的 好吧 那已經數完底部 然後慢慢的要進入一個破斷的反攻 反攻的趨勢了 好不好 那個這一邊來講 你可以看得到 最簡單的 你去對比台達電 外資的持股張數是不斷拉高的 可是台積電有沒有 你從這個角度 3秒鐘的時間去比對 這是台積電 外資持股的張數是一路往下掉 可是台達電是往上拉的 你大概可以去看 然後再去看一下載板三雄 慢慢你再去看一下航運股跟鋼鐵股 你就知道居老師在講什麼 好不好 那你航運股身上有的 不管是長榮 陽明 或是萬海 包含了鋼鐵股的部分 切記好好要掌握住過年之後的 那一段的逃命波的機會 好不好 這邊來講的話 畫面左下角 小數 GORSH55688 讓居老師看得到你 來 那時間的關係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把整個行情的重點 跟大家都聊過了 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一邊的時間點 你懂了收回資金 懂了哪一些股票 不能報過年 來 現在的你收回資金之後 能夠報股過年了 就是什麼 過年之後 他會一段的趨勢走在大盤前面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你現在 務必要知道2023年的 你買股票到底是看到漲起來去追 還是你在底部區 底部區 來做部署 抱吻了等別人來幫你抬轎 切記這個重點很重要 你不要人家逃命波的時候 你應該要賣股票 你反而跳進去買 不對 被人家抓挑剔的不好 現在我已經跟大家聊到 因為我們節目在最近的一個多禮拜 都跟大家分享 下一波反攻的主流股 必須具備籌碼優勢 我們已經跟他分享一檔 卷資比超過五成 外資同步拉高持股比重 這檔個股 我相信我的精英會員已經進場 今天這個禮拜開始動了 開始動了 你不要拉起來創新高過錢高 你才在追這檔股票 好不好 我這一檔股票 我們上個禮拜 那個跨年之前已經分享了 那這一檔的個股 卷資比超過30% 一樣外資維持一個高持股張數的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禮拜 這一檔股票也慢慢開始動了 你可以發現他基期 比剛剛那一檔股票的基期還要低 切記 一樣 我們這些股票 就好是都在節目上跟他提醒過的 你不要等到 創新高 我們在節目上直接分享 到時候我們把股票拉出來 線圖拉出來 一一的下去讓你去做比對 因為我的經驗會員現在很明白很清楚 這個禮拜這些股票開始動了 那這一檔的個股 卷資比30% 低融資的籌碼 包含了說外資的拉高他持股張數 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這一檔個股還在低檔區 我希望眼前這個部署的機會 你千萬千萬不要把資金放在那個 那個已經創新高了 已經拉起來了 應該要收回資金 你反而還在抱著他 不對 不對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的 這些主要點名這些重點的個股 該收回資金 你務必要讓我幫助到你 下一波反攻的主流股 務必的跟上我們操作的腳步 讓Gio老師來幫助你 我們一起在這一波 吐年跳躍反攻的行情 掌握住賺錢的機會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同志朋友喜歡Gio老師的節目嗎 如果對你有幫助歡迎大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入Gio老師的LINE ADD粉絲團 小老鼠GORISH55688 小老鼠GORISH55688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到HK